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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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这个比较有意思 它是刮的 刮的是吧 刮的 等一下要有仪式感 16 16 16可以不 毕倒 毕倒 重抽 我这边人怎么不管重抽 214 就是说你抽到不好的位置 你重抽等别人抽完 之后你重抽 214 抽了一个那个 90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哪边在的某历部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我们现在在不带泡的情况下 我们打一杆满杆伸出去 如果说在我们这么去摸的情况下 我们完全不是决定完全够着钓的时候 我们在试着够着钓的时候 就不要去带散泡了 我们正常的时候就带一下散泡 看外面有没有鱼 能收一条试一条 在摸的时候就是这种状态 你没有办法快口 没办法连 好玩吗?小鱼 好玩吗? 鱼跳出去了? 好 你钓箱上面不是有那个支架的吗? 哦 鱼都跳出去了 要不要给你换个户啊 你看看 玩得开心得很 其实新手钓鱼就是这样的 在这种泡坑也好 黑坑也好 你反正就是不要想着太多的一些 一个新手一开始钓就想着上岸 没有想着呢 能钓几条鱼开心一下 如果说是想要去提升一下自己的技术 就多的关注一下旁边的人 他钓的好的 你就看一下他的手法 然后看一下他的一个频率啊 看一下他的节奏怎么样去钓的 这样呢会让你鱼钓会非常开心 如果说你一个新手你到了 到了这种黑坑啊或者泡坑 你都想着赢的情况下 那你这个鱼呢 你会钓得很郁闷的啊 继续摸 你别冲着人家窝里去了 小鱼 你别冲着人家窝里去了啊 买了一个鱼尾巴 刮到的 我猴了 跑 拔河往哪里拔 哎呀硬干就歇了 不要跳 这什么随时看大雾堂啊 随时看大雾泡坑随时堕在遛鱼 哈哈哈哈 怎么样呢啊 怎么样这个一般般 从上来就从上来就蹦 从上来就慢蹦 今天这个太可不错了 对我感觉比比我比比上一场差多了 差多了啊 上一场就是我刚到这刚到这边来嘛 然后这边啊这边快收的时候我过来看了一下嘛 哦在说的时候我都看到他们都还在连干 之后才打多久就开始摸了 今天你看我们前面就掉了半小时都全部腐了了 啊 全部腐了 现在就是毛 毛啊 哎 不要去鞋带给你脱走了 哈哈哈哈 对啊 丢了丢身上去了 对啊 这个留得舒服 手感好 手感好 这个费压寸 什么都好 这样子能够吗 毛的还是脂油 让他们看见这个脂油长出来 这个脂油有吃的 把这边都吃 头扁扁的 来了 来了 掐都掐不住 这边钓鱼最不爽的就是 这鲤锁喉 永远锁不了它的喉 太肥了都是 又宽又肥 没办法锁喉 好 把河吃了先跑 我已经严重缺氧了 基本上针钓伸出去的话都没有什么口正常的 然后那边呢 一些 一些钓友呢 就趴在这桥底下钓 还有呢 团伙砖 就是 一个人把尾料 丢到桥底下去 趴在那里看 然后叫他打他就打 它这个原因呢 是这样的 就是现在鱼是缺氧嘛 像这会儿呢 气压是特别的沉闷 整个人呢 身上都是 都汗透了 这个雨你看 它一时滴 滴大头又滴不下来 就是雨下不下来的那种 而桥底呢 它不同 桥底它稍微凉快一点 而且桥底离障碍物是最近的 因为在这个桥底呢 有很多的这种桥墩子 有障碍物 这些鲤鱼呢 会 会靠近这个障碍物去游 然后在这桥呢 下面太阳又晒不到它 它比较阴凉 在里面会舒服一点 所以说现在呢 就会出就出现了 正常这么出去钓 钓不到鱼 然后伸到桥底下 偶尔可以蹦 蹦个一两条鱼 就是这种原因啊 我们也挖一下 可以啊 玩一下 玩一下搞紧 你在那趴着 这没办法 这现在伸出去真没口 哎呀 打脸吃力打脸 真的是 哎呀 说没口它来了一条 毛的吧 怎么这个走法呢 有没有飙 有没有飙 没飙 看一下啊 看一下路亚的精准抛头啊 近 哈哈 师傅我来口了 来口 我看得到 不要骗我 不要骗我 你怎么骗你 你怎么骗你啊 你怎么骗你啊 来口了 这些 我骗你 不骗你 哪里跑 这是早上的线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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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个鱼啊 在飘不是我自己看的 这个鱼不算 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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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了师父 下雨就下呗 下雨你还想着它这雨下下来能缓口 等着雨下透了 时间都到了 刚刚还是大大洋 突然就下起雨了 今天就是这个问题 如果说但凡今天天气稍微好一点 不要这么闷 那雨口都好很多 现在这会下雨啊 很多钓友都放弃了 都说了 这几天说了 还是一样坚持 坚持打到最后 闷了一个早上 说了 这个浙江的天气跟广东的鬼天气一模一样 都是下着雨后面马上又出太阳 出着太阳呢 出一会儿 就像微波炉一样 把雨水蒸发给你烤一下 烤完又给你下雨 你说这个鱼怎么受得了吗 打氧了 打氧了 到中了 到中了 你看该走的人都走完了 提前一两个小时就全部撤了 太热了 我们也收了 我们也收了 它这边的鱼货是这样的 鱼货是不拿起来 直接就是插到这旁边 你看到没有 这些所有的鱼货全部在这旁边插着 插完了以后呢 后面就是这个钓车就过来 把这些鱼呢全部集体回收 然后装到那些拉鱼车就直接拉走了 就收了 收了 我这个有多少 等一下要上钓车了 不提了 不提了 上岸呢 肯定是上不了岸的 因为今天的这个钓票是1080 回于3块5 得说我们要打300斤才能上岸 这里最多就是100多斤 因为今天大家普遍的都是100多斤 可能200多斤 300多斤左右的 300斤的话都可以拿第一名了 应该是非常少数了 行了 每天填一坑 坑坑不一样 那么这一期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